欢迎来到今天的复盘视频 感谢各位来参加今天早上的这一个直播 虽然宝威尔今天没有去讨论太多经济方面的这个讨论 直接过去了 本来在想指数能不能再冲一下 但是又看到明天的这个结算日 还有这一个GPM的这个caller5750 今天早上也一直有讨论和昨天复盘呢 就是他们这一边呢是在做空5750的 有一个sell call 所以有可能就是我们看到指数上去的话 他有可能这种冲高回落的现象 所以接下来我们是看到有这一边的这个走势的 但是比较好的一点呢就是 昨天的指数的高位呢 是在5741附近的 今天收盘是在5745的 所以再怎么来说的话 今天指数呢还是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新高 然后今天收盘的点位呢也是比昨天的高位呢 还有多的 所以技术形态大家也可以看到 虽然走的是一个冲高回落 但是也有回升 今天三大指数 道指那指还有标普的话呢 都是收率的 走势还是挺不错的 那么盘中为什么突然我们看到有一波比较大的这一个下杀呢 其实早盘我觉得这一边只是profit taking dip 当时在直播时候又讨论的就是看5750那一边 能不能撑住了进一步的往下破位呢 主要是因为SMCI呢再次的去引发了这个惨案 在盘中我们看到超微这一边的是直接给熔断跌停 因为在这一边的是讨论美国司法部呢 是不是在去调查SMCI 因为之前做空数据报告这一边的 Hittenberg这个报告呢 是在讨论超微这一方面 Super SMCI呢 它的这一个会计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司法部这一边呢 就有这个probe在做这一个讨论呢 但是感觉这个剧本好像哪里见到过啊 之前在9月初的时候呢 好像有这一个英伟达也受到过 对吧 也有讨论出来呢 应该是9月3号左右 是前一天的 就是说各大媒体呢 在讨论英伟达呢 收到了这一个subpoena 美国司法部这一边的这一个召唤 结果英伟达直接转一天就出来辟谣了说 Did not receive it Did not receive a subpoena 所以这一边SMCI 我觉得同样的我们去看一下 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这一个澄清 因为之前超微来说的话 把财报也有推后的 然后结果还是一切都是区域里 做了这一个上交的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 如果这一边也是被批谣的话 会不会顺势的往上去做了 但是我觉得在这一边太巧合了 正好GPM的这个caller呢 是季度到期的 所以不是明天到期 是9月30号 也就是周一 因为他买的不是weekly monthlies的这种 周和月结算的期权 而是季度结算期权 是9月30号的 他们不希望冲破的就是这个5750 因为他们在卖这一个看多期权 所以如果冲过去的话 就不是这么的好了 因为那些期权就会进入价内 所以做市场同时呢 也是反市场的 那最近市场拉高的话呢 应该会有一波这一个下杀的 所以今天我们见到了 SMCI总体的这一个跌幅来说的话 这里垄断的那一波是跌了16.3% 但是尾盘我们可以看到还是在400周围呢 去看一下是不是能撑下来 今天的低点呢 跟前面的支撑点位呢 还是比较的是相似的 因为如果我们去日线级别去看的话 其实还好 今天主要是又被这一个EMA均线打压了一下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次来说的话呢 就是在这一个EMA的区域呢 被打压下来的 今天是一样的 这里其实他尝试了差不多两周的时间呢 看能不能突破 本来想着靠着拆股呢 是能推过去的 结果这一个黑天鹅呢 盘中就是突出来了 但是我觉得这里还有一定的这个希望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的对称了 大约是在380附近吧 380 385附近 这边的支撑呢 是给撑住了 而且今天是下影线 表示400以下的盘呢 上来的还是挺快的 所以如果有进一步的PEL 然后大盘还在推高的话呢 那SMCI会再次的去挑战均线 但是如果380也跌破 有近期的新低的话 那可能就是要进一步的往下调 去补齐之前的这一方面的 这一个缺口了 这里始终是有一个缺口 没有补齐的 在332附近 所以到时候去看一下 SMCI会不会跟英伟达 上次发生的事情一样 然后直接出来就是说 再去做一下这一方面的 这一个澄清 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呢 英伟达也被SMCI 直接是给拖累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盘中呢 一度是涨到了我们之前讨论 124被冲破的话 我下一个看的点位在哪里 127 那大家如果有一直跟着我的视频的话 这是我下面给的一些点位 127之上 我们本来是在看130的 一步步来 因为其实英伟达走的挺好的 每一天基本上都是一个higher high 在最近的走势来说的话 所以今天走回来之后呢 大家就会说 是不是要小心一点了 因为这个头肩顶就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还是在比较非常短的 这个小时间段的 缺口补齐的话是在121附近的 如果再看是不是要补缺口 下方这里好像还是没有太多 所以这里呢 就是看能不能撑住这个122 124的这个区域 因为现在是在124的压力附近 被打压了 今天早盘确实有碰到127 这里附近的 这个点位还抓得不错 正好是冲高到了这个点位这边呢 被打压下来的 早盘其实直播的时候 有跟大家一起去讨论过 但是我觉得日线技术形态呢 还是挺漂亮的 还不错 为什么呢 因为它虽然突破到127了 然后回落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没有跌破 这个三角 因为它下面走的是下影线 所以这里如果是进一步的能维持在三角之外的话呢 应该是有可能站稳了之后呢 就进一步的推高 把127 130 甚至更加高的像135这一些的点位呢 去拿下来 那今天比较强的股票 特别是芯片半导体这一边的呢 就是没有跟着一起下来的这些连带的股票 比如说像调 调连续的发力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涨幅非常亮眼 直接来到了5.26% 大家在看美光的时候呢 也会不知道有没有想起 其实还有这一个调非常的强劲 那我们可以看到调从8月黑色星期一 8月初的时候呢 来到这里一个半月左右 涨了44% 还是比较的是猛的 而且非常的少的这个讨论 补齐缺口是在132 这里要注意的就是它的日线呢 碰到了70RSI了 所以这里点位确实是有点高了 这个是要注意一下的 美光来说的话呢 今天最后还是没有能拿下这一个115左右的这个压力啊 之前我跟大家昨天的复盘视频里面呢 我跟大家说了 那么暂时110被冲破之后呢 上方的压力应该出现在115的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最高点是在哪里出现的 回落之后呢 需要守住的这个点位附近呢 比较挣扎的呢 应该是在110附近的 今天尾盘就守在这里 所以就看一下美光能不能进一步的维持住 本来美光比较担忧的一个部分来说的话呢 其实是它的这一个美股收益 因为DRAP那一边 呃 卖出去的价格呢 特别是在去年来说的话很差 大家可以看到的 Net profit margin negative 因为如果你去看peer ratio的话呢 像这个市盈率的话 不是这么理想 就是因为之前它的记忆体这一方面的生意呢 不是非常的景气 可以看到去年2023年这里都是negative的 虽然亏损有缩小 但是亏损还是亏损 那突然在2月这一边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些利润开始上来了 也是因为这些high bandwidth的啊 这个HBM的这一些芯片呢 是比较的好 不是那个DRAM那一边在推动啊 是HBM 特别是在AI数据中心的 订单那一边呢 也是爆满在未来的两年 所以我们就看到美光的基本面呢 在一瞬间 这一个财报一出来的时候呢 就突然改变了 好 今天盘后呢 我们比较关心的一个财报数据呢 是好事多 Costco 那么Costco 我给的技术面的看法呢 就是高处不胜寒 因为毕竟跟Walmart一样 是接近这一个历史高的 但是我感觉 它的电子商这一块来说的话 如果你在北里这边去看的话 我觉得Walmart还有Best Buy呢 都做了线上的这个业务非常的不错 因为这一些有实体店的 领售商来说的话呢 线上的业务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你线上业务拉不起来的话 可能就跟这一个 这个BBBY 对吧 Bed Bath & Beyond那样子 可能就因为你走不掉这些货来说的话呢 最后就是Chapter 11 对吧 要看Bankruptcy 要看破产这一边 但是其余这一些走的比较强的话 像Expansion Costco发展的非常的快 但是线上业务呢 还是在跟着起来啊 这方面的竞争力 我觉得是非常的大的 但是我觉得Walmart做的 还是非常的成功的 去追亚马逊来说的话 其实大家都是在复制这一个亚马逊 但是你说实际的业务 能不能追上这一个亚马逊的话 Not really 为什么呢 Costco Walmart 这些零售商呢 他们没有亚马逊网络服务 没有AWS 亚马逊的护城河就是AWS AWS是三大云端的这个供应商之一啊 可以跟这个Microsoft Azure 还有这一个Google的GCP Google Cloud呢 一起去称霸的 而且AWS是三个里面的大佬 所以亚马逊自然有自己的这一个护城河 当然他们的核心的这个市场来说的话 之前在疫情呢 担当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一个角色 特别是在logistics运输这一方面 亚马逊也是运输上面一个主要的一个看点嘛 像UPS还有FedEx的对手 现在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AWS还有BedRock AI的这个发展呢 是亚马逊的这一个大的看点 Costco的财报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利润是不错的 我们可以看到5.29对比5.08 FedEx的这个预期是5.08 实际出来是5.29 不好的是Topline营收 估计预期 预期呢是799.1亿 实际出来是796.9亿 Slight Miss啊 就是微偏一点点 因为这里他的这一个会员费呢 是有调高的 但分析师在预期能见到15.5亿 但是这里的这个营收呢 只有15.1亿 所以其实还是Membership fee这一边 对吧 这个会员的增长来说的话呢 是没有去达到这个预期 整体的我们可以看到对营收呢 也是有这一个影响的 那么股价的反应呢 其实真的没有这么的大 本来我在想是不是要往870这一方向去走走一个回载 以前的压力变成现在的支撑 结果他就是跌到差不多是这里近期的一个支撑 891左右 继续下来的话有可能是871 但是这一边的股价呢拉的还是非常的非常的高 另外一个AI这一方面的这一个大的消息面呢 那么相信大家去年还记得上演了一出这一个公众剧啊 在那个OpenAI这一边 也就是CEO Sam Alvin嘛 直接被董事局给踢出去了 结果非常戏剧性的 我看到微软呢 这个大股东呢 即刻就跑出来去说 哎 Sam得回来呀 然后那几天呢 我就看到这些直接在热手上面 那今天呢 这个高管呢 是走了 一个是CTO 今天这一边主要是在讨论CFO呢 也跑了 因为可能会见到OpenAI重组自己的这一个核心的生意 为for profit 之前就是在这个讨论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像马斯克始创OpenAI这一边的时候 作为始创者之一呢 主要给OpenAI在灌入资金的时候呢 都是not for profit 也就是不为去牟利的这一方面的这一个 经营的这个体系 但是现在Sam这边比较激进一点 那就是说 还是在看利润这一方面 那么看到 这个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对吧 也就是首席的这一个科技的这方面的执行官 还有这一个CFO财政那一边呢 都是双双的离去了 所以这一个对于特 对于特斯拉 各位刚刚在讲马斯克 一会会讲特斯拉的哈 对于OpenAI来说的话呢 是非常比较还是大的一个影响 公司的这一个内部 但是我觉得未来AI的发展来说的话 那肯定是很多公司想去牟利的 特别是像微软呢 Google啊亚马逊啊 大家都想分一杯根 最近最得意来说的话呢 特别是对于啊 这一个LAMA的这一个啊 大型语言模式的这个发展来说的话 甚至是AI比较卓越的成绩呢 是Meta Meta当然啊 这一周也是有发布会MetaConnect 最新的这一个虚拟眼镜啊 还有头盔这一方面呢 也是出来了 大家也要估量一下 本来肯定苹果的这一个虚拟头盔呢 大家在想会不会强调一部分的这一个市场占有率 结果直接被对比下去了 3500的头盔还是有点不现实啊 所以这些MetaQuest Pro这一边呢 我们看到还是比较好的一个alternative 不过Quest Pro来说的话呢 是以前的这一个 Meta这一边主要做的头盔的这个产品啊 这次推出的是Quest 3S 因为Quest Pro这一个系列产品呢 就停了 他们是想去下一步 所以这一边呢就在找这个新的智能的这一个眼镜啊 也就是AI Smart Glasses 所以之后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一方面的虚拟 虚拟现实的这一个推进啊 能不能进一步的把它给盈利化 因为这一边的话 其实很多别的公司来说的话 在这个跑道上面都是在Meta的这个后面的 而且Meta的手上呢 也有非常大型的这个AI的模式的 因为很早就开始投资了 因为达AI这方面的这个GPU 去训练这一个方面的这个模式的 所以部署出来之后呢 对于股价呢 有非常好的一个增持 当然今天冲高回落的 因为整个大盘今天是冲高回落的这个现象啊 而且Meta Connect 在这一个昨天呢 也是基本上完成了这个发布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高位的时候 股价基本上推到577了 Meta这样子渐渐涨到 基本上接近了这一个六字头了 后劲来说的话 如果这个大盘呢 能进一步的往上推高的话呢 也是代表Meta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是跟着的 因为现在Meta日线级别呢 走到是最强的这种走势 高档顿化 RSI consolidation above 70 RSI 这种形式的时候呢 就是通常是走的还是算是比较强劲的 那么大盘有没有风险呢 对吧 最近九转呢 恐慌指数这一边有没有有腰起来 我可以看到恐慌指数呢 第二波大盘再次往5745走这一边时候呢 是想起来的 结果尾盘就下来了 我们没有看到大盘 进一步的跌破5740这一边 结果尾盘VIX走了一个头肩顶 所以明天如果把尾盘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答案呢 因为它就停留在瓶颈线这里 如果瓶颈线被跌破的话 那大盘我们看明天能不能把这个higher high走出来 今天起指的高位呢 是在5772附近的 那之前直播给的这一个高位呢 是在5778附近的是Fibonacci 下一个的extension 下一步往上走的这一个推论出来的这个点位 去看一下能不能进一步的实现呢 但是不要忘记这一个JPM Caller的这件事情 好接下来特斯拉来说的话呢 昨天其实彭博社这一边呢 有去讨论 特斯拉可能在国内这一方面销量来说的话 是最好的一个季度 然后最好的一个quarter季度的这一个成绩 然后就提高了这方面这个预期啊 而且这一边呢 直接上来就是说 at least four analysts have boosted their estimates of Tesla's third quarter delivery numbers 也就是至少有四位分析师呢 已经提高了他们对于特斯拉第三数据 交付数据的这一个实际的数字 好这一份报告出来了之后呢 我们看到特斯拉今天推高了一下 但是盘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直接跟大盘一起下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投资者呢还是比较敏感一点的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媒体在唱多的时候啊 都会比较害怕一点 因为在想一转天是不是要出事了 反而是大家都站在负面的一边呢 就比较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黄金坑 最近我是注意到了这一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啊 发现这一个小细节 另外一边来说的话 有的时候也是巧合啊 但是发生太多次的时候懂得都懂啊 大家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写一下自己的感想 anyways let's move on 特斯拉为什么这一边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存在这么的磨盘呢 跟前面是基本上是完美的对称了 我给的压力呢是在264附近的 这里261 262非常的接近了 而且前两天的话 我们还在想244补齐缺口对吧 244这一边 结果他直接给突破了 后面的其实来的也是比较的快 所以这里就是所谓的这一个交付数据 还有Robotaxi的run up 因为我们在说 这些利好不会迎来一波股价上升吗 这里已经兑现了 非常短的时间里面 特斯拉往上涨了40%了 所以这一个幅度呢 还是比较可观的 看一下明天齐全结算的时候是怎么样 今天在齐全链上主要注意到的就是特斯拉 特别是特斯拉 非常多的卖call 所以我觉得明天周五齐全结算之后 两点美东之后的时间 我们上来做直播的话 应该能看到下一步的这一个走动了 同时要观察一下 这一个暗池最新的一个更新 暗池这两天减仓下来之后呢 其实股市还是有上攻的 昨天小加仓之后呢 今天又减了一下 所以还是在震荡 我觉得在反映明天的这一个 齐全结算的这个布局 主要就是看这个5750的这个争夺站呢 如果冲上去的话 他想齐全双杀的话 就小心这一个回落了 高位的话 摆在5780附近吧 拿个整数吧 然后就注意一下那一方面的这一个压力点位 英伟达和特斯拉能不能进一步的往上 我觉得齐全结算了之后呢 应该是能看到这一个动作的 但是近期的高位呢 都有点这种封顶的感觉 对于中概股来说的话 就完全看不到啊 主要还是看明天的PCE通胀数据是怎么样 这里NICT没有太大的一个泄露出来 今天就是讨论了 像这一个Pending Existing Home Sales 也就是现有的这个房屋的这一个出售状况怎么样 比前一个月好一点 但是今天早盘直播说过了比预期是差一点的 但是始终是比低位高了一点 因为七月来说的话走的比较的差 所以这里有些反弹的迹象 早盘我们看到其实对于这一个数据的反应呢 是有走高一点的 但是今天整体来说呢 主要的数据 因为在直播讨论过了这一副盘的时候 还没来得及去跟大家更新 事业申请人数呢 预期22万4 实际出来21万8 NICT也讨论了 就非常的低 所以这一边来说的话 我个人的看法呢 就是还是在唱软着陆 因为今天我们从降息几率就可以看到了 50降息基准点呢 几率从6成呢下降到52%左右 也就拉平了这一个55开的这一个距离 也就是如果接下来两个会议呢 也就是10月7号 12月18号呢 都是25基准点降息呢 就是在唱这个Soft Landing 软着陆 GDP来说的话呢 是3.0 预期实际出来是3.0 所以这一边就是在唱这一个Soft Landing的这一个反应 这几天美债收益率不断的走强 所以我们看到小盘股还是有被打压的 至于其余的这一个发言 像Yellen还有二当家这一边都没有太大的一个讨论 就是二当家主要是在看这一个巴塞三号的方案 也就是银行的资本需求这一方面的 这个对DPST也就是KRE DPST是三倍做多区银行 KRE是这一个实际的这一个区银行的这个指数 也就是它对应的是KRE 所以大家应该注意一下 今天卖的是7年的美债 收益率3.668对3.675 所以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变 这边TMF TLT今天对GDP的这一个反应来说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连TMF的这一个幅度呢 基本上是没有在线 主要这几天美债收益率呢往上走了 所以我们看到TMF TLT都跌了不少 这边就是在看什么时候呢 有这一个反弹了 这个明天直播我会进一步去讨论的 因为其实它在走一个上行隧道嘛 如果我们去看TLT的时候 这里还是在比较低的点位呢 只是没有跌到像这种32 side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outlier是跑在外面一点一丢的 但是整体来说的话是一个上行趋势 为什么美债价格是上行趋势呢 因为降息周期 所以美债收益率就算反弹的话 也不会一直反弹上去 因为它如果不断的降息的话 长趋势还是会这样子的 所以这些是在反映这一个短趋势的一些变化 那短趋势暂时来说 我们看见国内这边走入黄金周 之后国内股市这边就修饰了 但是国外这边我们看到 今天拼多多阿里巴巴啊 最高的幅度呢都超过了10%非常的大 主要就是降息嘛啊流动性增加 同时也是让这个institutional investors 就是大的主力呢 去直接去做这一个贷款呢 去financing去买这一个股票 所以我们见到自疫情以来 最大的一次的这一个股票的这一个增长 同时呢因为国内对于这一个copper 同这一方面的需求非常大 所以我们看到AA还有FCX呢 直接就飞天了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FCX呢 已经开始接近前面的一个高位了 在55附近的 今天已经跟52这一边是对称了 RSI来说的话呢 在76.44不断的冲高 但也跟前面差不多是起脚了 我会比较谨慎一点的 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这里还在放量啊 所以就看能不能突破 如果在想为什么这里copper 对吧这个铜冲的这么的快 China concerns about half of the world's copper 对吧差不多一半这个铜的 这边需求呢都是来自国内的 所以这一边我们看到 有比较刺激性的这一个经济策略的时候呢 确实是带动了这一个FCX 还有最近这一个AA的这一个走势 AA这边还有一点 但是RSI都比较的高 拼多多我的看法缺口 还是缺口啊 差不多补齐了 财报那一次爆雷事件之后呢 这基本上停回去了 缺口下方是在 所以缺补齐缺口是在138 RSI这里也进入70了 所以这里都是有些这种超买的 这一个现象 会比较谨慎一点的 实际来说的话 应该是到 黄金周这一边 我觉得应该都还有一些这个持高的这一种的这个可能性 具体的我们明天直播的时候 我再详细的去讨论一下 我们看一下不同这个中概股的这个反应吧 好 那就新天先聊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分享 电影点赞 明天power hour 也就是收盘前一个小时呢 我们会做我们定期的这一个周五 每周的这一个 个股诊断的这个环节直播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分享电影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